周二 南加大校长福尔特表示 秋季学期将定在8月17日开始 所有师生可以重返校园 但所有人必须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虽然恢复正常教学 但校方表示 几乎所有课程都将提供面对面教学 和混合教学两种模式 此次开学虽然比以往提前了一周左右 但为了将传染风险降至最低 学期会在感恩节假期前结束 而秋季假期也将取消 同时学校的线上迎新活动 将在8月10日起展开 宿舍和食堂也将在重新调整之后开放 为了降低人与人的接触 每个房间的容纳人数将减少 校内餐厅也将提供外卖选择 目前研究生的课程表还在制定 将与大学的课程表有所不同 事实上早在3月中开始 因应疫情学校改为网上授课 已有众多学生希望能尽快 恢复面对面授课 而南加大曾在5月中旬宣布 无论是否恢复面对面教学 2020-2021选年将增加3.5%的学费 针对受疫情影响而改为网上授课的 春季和夏季学期 学校也没有退还部分学费的计划 新唐人记者郭约希 洛杉矿级综合报道